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因为出身寒门才有了拜金的念头 这或许符合大多数拜金女星的身份 但她却是个例外 1978年 吴佩茨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不仅是博士毕业 独自开办厂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母亲是中美混血 但那个每月工资只有几块钱的年代 她在嫁给吴爸爸后过起了引领时尚的生活 还常常和姐妹们去夜店蹦迪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吴佩茨从小就是个公主 走到哪里都是万众瞩目 对待自己的人生 拥有资本肆意妄为 15岁时 身材高挑的她 已经是圈内小有名气的模特 社交圈子也不凡上流人物 在她还未成熟的心里 埋下了小小的种子 17岁时 她成为了九头身美女 这样的容貌和身材 在模特界足以成为标杆级的人物 这也得益于她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初选择模特行业的时候 她的想法很简单 比起演员明星来说 模特的工作更轻松 可原本能在模特圈内闯出一片天的她 突然觉得腻了 转身要不去上学 这个决定让她遇见了大小S 并和她们成为了同班同学 大S的眼光一直很高 但她在看见吴佩茨的美貌后 心中有了危机感 这个圈子里和美女做朋友肯定没有坏处 所以当下 她就和吴佩茨以及几个姐妹 组成了七朵金花 之后 吴佩茨的人生轨迹一直很平淡 直到遇见了乐坛的张红亮 她才开启了开挂般的人生 当时的张红亮看中了她的嗓音 邀请她转战歌坛 而闲来无视的她就决定去玩一玩 谁曾想第一张专辑就差点扑街 最后还是靠着她与张红亮的绯闻撑起了销量 但一手闪着泪光的决定 直接让她冲上了新人奖 获奖之后 她就又转身放弃歌坛 回去继续当自己的公主 这一操作让人们大跌眼镜 毕竟刚得了奖就不唱了 实在有些儿戏 也就她一个人能做得出来 后来有人分析过 如果她当初留在歌坛 或许之后就没有王心灵什么事了 也有记者问过她放弃的原因 她的回答十分任性 说没什么原因 就是不想唱了 离开歌坛后 她进入了影视圈 出演了当时现象级大作 《流星花园2》的乔乔 更是打败了大S 获得八笔娃娃奖 此去一播出 她在影视圈也站稳了脚跟 奈何面对各种邀约 她再次任性了起来 转身去了综艺界 事业上 她像个公主一样 为所欲为 但在感情上 她却无法成为真正的公主 她在事业最忙的时候 遇见了大名鼎鼎的设计师 苏典中 不过这个男人最有名的 不是她的才华 而是她是女神林志玲的前任 当年 两人的感情已经走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这边在最后关头无疾而终 之后 她因朋友介绍 认识了颜值身材 不说林志玲的吴佩茨 很快就对她一见钟情 然而那时的两人 根据两地发展 大小S对她又颇有微词 因此 两人只谈了一年 就分道扬镳了 身为美女 感情又怎么会有空窗期呢 很快 撒龙巴斯的太子爷 池明廷就看上了吴佩茨 甚至为了追求她 和自己的空见女友分手 用金钱的能力 将对方打发了 有钱人的追人手段 当然离不开名牌包包 珠宝首饰 明明吴佩茨就吃这一套 她的家境虽然富裕 但随着父亲年事见高 事业上也有所波折 她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 锦衣玉食 对富豪用金钱追求 自然非常乐意 也十分向往嫁入豪门 然而 两人的感情再次被距离打败 长期分居的她 让是耐明耐不住寂寞 即使吴佩茨再怎么着急 也无法阻止分手的到来 而且此时的她 因为不断地在平台上炫富 晒单子 口碑已经暴跌 只有靠着各种绯闻 才能在圈内有点话题度 正在着急间 没想到柳暗花明 再次坐飞机时 她的目光被身边的一个男人所吸引 对方戴着名牌手表 一身高定 非富即贵 用各种借口留下了 对方的手机号码后 她开始主动出击 对这位叫Peter的马来西亚富豪 穷追猛打 而Peter也不负所望 外倒在了她的公主群下 两人开始进入正式交往的热恋期 频繁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 然而因为一次吵架 胡佩茨在赌气之下 拍摄了一部大十度的电影 这触及了Peter的底线 两人分手已成定局 都说由奢入减难 感受过奢侈的女友生活后 对于圈内的那些辛苦 胡佩茨就不太看得上了 一心只想嫁入豪门 看着身边的姐妹们都结婚了 她赶紧将目光转向下一个目标 这时她看到了季晓波 自从遇到季晓波后 她就正式走上了生育机器的道路 季晓波博才起家 如今已是作用百亿资产的大佬 而大佬的情路也是丰富多彩的 刚和前女友分手不久 她就被胡佩茨的身材所吸引 胡佩茨交往了几人富豪男友 对金钱和名车已经不稀罕了 她自己的身家也有不少 这次她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成为季晓波的妻子 她看中的不只是财产 还有季晓波这些潜力骨 要想在豪门上位 那就得母平子贵 两人的感情其实并不顺利 中间纷纷和和过好几次 在第一次分手后 胡佩茨挺着大肚子 地板狂澜 为金家生了个女儿 两人再次和好如初 金家老太太一开始 看不上这个从娱乐圈出来的女人 但看在孙子的份上 也放下一些芥蒂 而为了讨好金家 胡佩茨也是下了血本 她花了酒意 打造两条水晶龙 给未来婆婆当作酒店开业的贺礼 虽然有网友猜测 这酒意是季晓波出钱 让女友做样子的 但不管怎么说 胡佩茨对这段感情的付出 可见一斑 但偏偏两次求婚 都没能得到男友的回应 难道是孩子不够 于是2015年 她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婆婆高兴地给了她钻戒 男友也高兴地给了她钱 却依旧不提结婚的事 2017年 不服气的她又生下一个儿子 结果依旧是只有钱 没有名分 许多网友觉得 她如此对待自己 太过没有尊严 可恶佩茨不在乎这些 2019年 她再次生下了一个女儿 六年四胎 每次都是抛妇产 这对身体也是极大的损害 可还是没能换来一场婚姻 之后 她或许也想明白了 不结婚也有不结婚的好处 身为女友 不仅可以花钱 还不用承担家族企业的责任 于是她也不再折腾了 直到现在 两人一直以恋人的身份 相处在一起 然而这两年 不断有媒体爆出 季晓波的财政状况出问题 付债几十亿 因此 有媒体推测 不佩茨的生活质量 不有所下降 面对这些传言 她立即出面回应澄清 还动用官司 起诉不实言论 如今的她已经四十多岁 不许会一直耗在这场恋爱中 但可以看出 她已经付出的太多 无论结果如何 她都不能再抽身退出 在人生的岔路口 她选择了他人都不认同的道路 而人们能做的 只能是给予她尊重和祝福 前不久 吴佩茨迎来了自己四十三岁的生日 生日当天 她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小女儿的照片 虽然并没有露出正脸 但小朋友头发卷曲 穿着粉色小裙子 和白色中筒霸 看起来肉嘟嘟的 非常可爱 她生下低丝胎后 很少在网络上 晒小女儿的照片 所以 此次小女儿罕见出镜 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照片中 除了可爱的小朋友外 比小女儿还要高的粉色蛋糕 更是耀眼 这个巨型的多层蛋糕 整体都是梦幻的粉色 造型非常的精致 装饰也相当精美 看起来少女心十足 仅仅从价值不菲的生日蛋糕 就可以看出 她现在的生活 还是非常滋润的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她生日仅晒出一个蛋糕 比以往低调了许多 要知道前几年 她都会举行盛大的生日派对 39岁生日时 不仅有闺蜜直接送上 香满钻的奢华皇冠 顶级厨师 还用高级食材白松露 砸满她全身 及其奢侈 被网友称为 富豪氏庆生 41岁生日时 她邀请了一众 豪门阔泰名媛 准婆婆更是送上 价值千万的珠宝 为其庆生 相当有牌面 相比之前的奢华生日宴会 今年 她的生日确实 有些低调了不少 不知是否受富豪男友经济状况的影响 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她将来能有一个名分 毕竟带着四个孩子很不容易 有个可靠的港湾 孩子们才能茁壮成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豹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点赞评论和订阅 我们明天再见哦